兩位喝點甚麼?讓我自己來 好,你隨便坐 好,你隨便坐 喝杯水 我帶你去參觀一下 怎麼不用那套白色的杯點 還不去換? 好 就算把杯子換了 裡頭的茶還是一樣的 不一樣 這套茶具是這所房子的主人 從英國貴族那兒買回來的 有甚麼特別之處? 這是這房子的主人最心愛的物件之一 不是隨便拿來招待人 這麼說,那我很榮幸 兩位請過來用點心 我看不出這套杯子 這套杯碟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現在你手上拿的這套杯碟 已經價值一百萬美金 真的嗎? 真的嗎? 我看不出這套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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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演技真是不錯 原來你是故意的 心疼嗎? 我看不出這套杯子 只要你高興 我甚麼都不在乎 你不相信嗎? 你瘋了 有錢也不能這麼糟蹋 丁先生 甚麼事? 兩位今天晚上要不要吃飯再走 那也好 是 丁先生 你沒有徵求我的同意 你知道我會同意嗎? 小姐 能賞臉在這吃頓便飯嗎? 不能 我已經告訴你 我這個禮拜 整個禮拜都有約會 雷哥 幾點? 七點 在哪兒? 大花飯店 馬上給我打電話到大花飯店 今晚恐怕不行了 約朱小姐那個人是市長 吃飯吧 雷哥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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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雷哥 這個梅菜豬肉是我親手做的 你試試 expression 餐め的膿 是麦 加拿井 你要嘶嗎? 冰淇淋 怎么不欢迎我 你怎么了 你那位市长大人 怎么不请他来 那你那位夫人呢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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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回来得正好 姜小姐等你好久了 对不起 这次可让我抓到你们了 抓到什么了 你和丁丽喽 其实丁丽这个人不错 可惜有太太 不过她和她太太呢 简直是同传一梦 不过她和她太太呢 是吗 人生就是这样了 谈恋爱和结婚的对象 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 怎么忽然这么多感慨啊 戏剧大师 谈恋爱真的是件麻烦事 所以我已经决定 这一辈子也不谈恋爱 到没办法的时候呢 就随便找个男人嫁给她算了 干净利落 省得心烦 你笑什么 你当我开玩笑 我是说真心话 结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做人太复杂了 真没办法 虽然丁丽有太太 不过看来也还嫁得过 不是每一个女人 都能适应婚姻生活的 不过丁丽对你可真是一心一意的 不过丁丽对你可真是一心一意的 你不喜欢她啊 我不会是一个好太太 既然是这样 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小奶奶回来了 阿三给我准备好麻剑 好 今天晚上打多几圈再走 听见没有 今天一早都走光了 就是 丁先生 丁先生 大家随便坐吧 好好好 真够累的 就是很久没这么累过了 对了 你那个偶像雷汉呢 又有套色新闻了 我告诉你啊 以后啊 可别把我们两个扎在一起好不好 有什么新闻呢 对啊 风流小子这次又勾上了哪个大恨太太了 不就是那个滋滋拍片的朱燕燕了 现在听说两个人住在一起了 是吗 你怎么知道 报纸上都登出来了 你们没看见 不知道啊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 你自己看 你叫我来 就是让我看这些报纸 我还有问题要问你 报上所说的事是真的吗 不是 我会叫岑律师对这张报纸采取法律行动 你未免小题大做了 你要知道 电影圈经常都会有些闲言闲语的 女人的名誉是最重要的 可是你这样做法 会让人家不敢再登我的新闻了 这对我可不是一件好事 哪一份报纸的娱乐版 看的人最多 干什么 我把它买下来 天天找人给你写专访 那你就不怕没有新闻了 阿灵 你在我身上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我钉里花得起 可惜我受不起 你跟我上欧洲 如果你愿意 我们甚至可以环游世界 是的 岳阳 你答应我 我钉里不是那么讨人厌了 可是我哪间电影公司刚刚才开张 你如果要我 你的一切损失我会赔偿给你 正像你所说的 电影界流烟太多 我不想你继续搞下去 你真的那么建议 在我心目中 女人好像一块钻石 不能够有半点瑕疵 包括茗玉 你还记得吗 你拒绝过我的礼物 收下它 你到底收下它 你知道吗 在上海只有一个钉利 也只有我钉利 才肯在你身上花那么多钱 怎么样 大不胆意和我上欧洲 你慢慢考虑一下 我在房里等你 阿丽 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 这就是我的答复 这就是我的答复 你真是的 丁利 你有什么资格和人家说这些话 不要说是他 要是我我也生气 我说错什么了 你还说没错 你呢 你鬼迷心窍了你 你真是不可救药 真的不可救药 你 你怕人家不知道你出得几钱 你活该 肯跟你的人也不是朱燕燕 王爷奇 干什么 你帮忙吗 不行啊 你是想叫我跟他 连朋友也做不成啊 不行 丁先生 请 快请坐 小强 这间餐厅的冰淇淋 是全上海最好吃的 你看要哪种 我们坐哪儿啊 坐这儿 小姐 坐坐坐 坐 吃什么 看看啊 我看看吃什么 吃冰淇淋吧 好啊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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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吃什么 丁先生 一会儿有个会要开 时间差不多了 好 不说我都忘了 开会呀 这个会你不用开了 那你自己慢慢吃 我先走了 立哥 走 走啊 下次再来啊 请坐请坐 吃什么 好吃 我想 请问什么叫冰淇淋啊 冰淇淋 好 那几位小姐吃的就是啊 哇 有火呀 那种是喷火的冰淇淋 你可以要些没火的 我也要有火的 好好好 看看 飞燕公司照考新人呢 是吗 是吗 是啊 在这儿呢你看看 秋夏 不如我们一起报名玩玩 好好好 不好了可别算上我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 一块儿却有个伴儿嘛 如果让我爸爸知道 他会骂我的 只喜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可不是 他几个太太也都是演戏出身的 是啊 要不然 你别叫你家里人知道啊 是啊 对啊 去嘛 是啊 别考虑那么多了 我们现在去 老板 好 走了 谢谢 给你 谢谢 我们走吧 走 快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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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 尤其是别让我爸爸知道 如果让他知道了 我就该死了 行了 怕什么 走吧 我我我我我 不要走啊 胆小鬼 我我我我我我 你快 当厨师你求我要我陪你来的 来了你说怕 你怎么当明星啊 我我我 走啊 走走走走走走 走 喂 走吧 我还是不进去了 刚才那个好像是我哥哥 哎呀 你家里三十多个兄弟姐妹啊 你哪知道是不是啊 也许你认错人了 可不是啊 你认得他 他也未必认得你 是啊 不是 我还是不进去了 喂 我们自己走吧 好 喂 这么久的 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说什么 走 等那么就不等了 没有耐性怎么行呢 再等等再等等 喂 不知道一会儿进到里边问些什么 是啊 我好怕 这么长时间 邓康 留小心 到你们了 好 小姐 考演员呢 神气什么 看什么 瞧你的样子 还想当演员 真不自量 我长得什么样 关你什么事啊 哎呀 我劝你赶快回去 拿镜子照照吧 真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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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气这样的样子 怎么 看什么看 兄弟 想闹事就出去 哎呀 你赶我走啊 我看你没弄清楚你老子我是谁呢 打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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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们快这儿走 不要再打了 再打下去就会弄出人命来了 好小子 你有种 走啊 好小子 请坐 归信 郭震昌 今年多大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因为我觉得你是可造之才 朱小姐想捧你当明星啊 捧我当明星 有人判都判不到 傻子 我说你们都没查清楚 本少爷的身份就胡乱开口 我真的很想当 但是你们知道吗 硬武大臣郭祖贤就是我老子 就算你爸爸是市长 我也照样请得起 你以为我怕吗 我怕你们请不起啊 你尽管开出条件吧 爷爷算了 你别以为没他不行啊 郭先生 郭先生 好 想请我 这个 五块 你真是熟悉行情啊 基本演员是这个价钱 不是五块 五十块 你以为你是殿有皇帝雷汉呢 你们请得起雷汉 也未必请得起我呀 那你就该说五百啊 不是 说得多了我怕你不好意思 请我 再见 郭先生 五十块一个月我看我给得起 回来了 妈 你看你儿子我像不像那个电影皇帝雷汉 嘘 嘘 嘘 是什么 你爸爸回来了 现在在里面呢 快叫爸爸 爸 你看你这个样子 扮成这个样子 成何体统 我快点摘下来 摘下 真不知道怎么叫他 简直丢进我们郭家的脸面 我丢了你的脸吗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有多少正经事你不去做 偏偏希望人们拍电影 你呀 你收了人家的钱 快点还给人家 你跟人家签的合同 我会叫周律师去跟对方交涉的 这 拍电影有什么不好 又神器又能赚钱 真的那么好吗 所以说得好 细子无情 表子无义 总之就是不好 你六个老婆 有三个都是细子出身的 说什么 说什么? 你这个混蛋 简直管到爸爸我的头上 你不管我 我也不管你 简直是没有家教 这都多亏了爸爸您 我? 你…我打死你 阿昌 岂有此理 如果你再抛头路面 拍那些电影的话 我就当少生了你一个 你以后就不要再踏进我国家半步 我没有那么多粮食 养你这个混小子 认错了 跪下 昌啊 昌 回来 这个混蛋 如果他再回来 你就不要给他再开门 我给他做个派 我看你 把东西拉过来 那个雷汉呢 这阵子总是迟到 要全场的人等他一个 那昨天更不像话了 拍完一个镜头 人都不见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他这个人呢 只有你才能管得了她 我对她真是没办法 我会找她跟她谈一谈 照我看呢 除了你这套娜娜之外 恐怕没有别的片子 可以按时完成了 这种事着急也没有用 还有啊 你看看这些剧本呢 个个都是差不多的 不是我说杀你 就是你杀我爸爸 你找我我又找你报仇 毫无新意 提材方面的确人很伤脑筋 我有个剧本 不过不知道你敢不敢拍 说给我听听 是不战争片啊 托尔斯太太战争以和平 最好的是能够从军队见一些人 周小姐准备好了 好 尘本是重了一点 但是如果你想拍一套艺术片传世呢 怎么也是值得的是不是 钱方面是不成问题的 你尽管放心做好了 那就这样了 我去准备了 好了 丁丁呢 还有什么事 丁丽想见见你 那王月琪 如果你还把我当作朋友的话 拜托你以后再往面前 不要再提这个人 过枕叉 你干什么你 你怎么了 你 不知道这沙发是不是有跳蚤 夜都睡不着啊 你说你在这睡了一晚上 到底怎么回事 请问哪有房出租啊 这间房子一向是用来放道具的 一会儿我叫阿姬进来给你打扫一下 你看你看看 这房子又小又乱 狗睡得还差不多 说老实话啊 我最多出一块钱 怎么我说过要收你的房租吗 看起来这间房子好好收拾一下 也也不错啊 待会儿 待会儿我陪你去买点日用品 我帮你拿 钟小姐 我帮你拿 这个不错 都是法国话 你这下可糟了 你这次可真的糟了 怎么说得那么吓人呢 你准备一辈子帮本公司工作 干什么 什么 看看这账单 你不要吓唬他了 对了 这账单全都算在道具的账里 什么 入账 你呀 自己收拾好东西进去吧 别扫了 我们出去吧 慢慢收拾吧 朱小姐 怎么你一路都不问问我 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是不是很想告诉我 还是别说了 一说呢 就要从我小时候说起 又长又闷 我怕你会烦的 我最喜欢听人家讲故事了 尤其是真实的故事 什么 爷爷 拿走了吗 嗯 这是一张四万元的支票 如果你认为条约没什么问题 请在合约上面签个字好了 好 好 一年要交十套篇呢 一年十套篇子不算多呀 道具你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来向我们借钱呢 李先生 我想把一年改为六个月 然后三个月之内 我就交五部篇子给你 爷爷呢 李先生你认为怎么样 朱小姐 你认为可以的话 我们公司大致上是没问题的 那就最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好啊 爷爷呢 有没有把握啊 你想不想那套百万元的大影片 早点开拍啊 你干什么呢 没什么 我今天领了薪水 想请你吃饭 你以前帮了我那么多忙 还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你 我帮过你什么忙 房里的那些床铺家具 这些个都是道具罢了 反正拍片的时候也用得着 你先用着好了 记着钱留着慢慢用 你真的不和我吃饭啊 我约了人了 约了王小姐 雷汉 不耽误你了 其实你可以一块来 我跟你介绍雷汉认识 借机会跟他学一学 好 谢谢 谢谢 来点吃的 行吗 这点戏不错 祭兵 大人大人 你是雷汉吗 这怎么办呢 你小心 县扎 雷汉 你 糟了, 三個月之內要交出五套片子 有兩套還是雷漢當男主角的 我差一點就抓到那個人了 就算你抓到那個歹徒也沒用 雷漢的臉已經… 雷漢呢, 如果我們到時候交不出片子 他們真的會把這些攝影器搬走的 所以我們馬上要開拍兩部信息 希望能夠應付 說到容易, 急急忙忙上哪兒找人呢 我們訓練班不是有十幾的新人嗎 為什麼我們沒想到用他呢 我? 我的上帝 這次不用說一定是拍武俠片了 我怕他要是拍武俠片 我怕他要拍武俠片 我怕他要拍武俠片 你說你不應該會拍武俠片 我怕他要拍武俠片 你現在可以出口氣了 馬上去查查看是哪幫人幹的 還不去? 那個 原來是你 為甚麼不問我就去幹? 你說過了, 這些小事不用驚動你的 雷漢勾引送根三姨太 送根要求我… 你這麼做, 會連連燕燕燕的 雷哥, 我以為… 戰爭與和平的服裝和布景出來了 你…你甚麼時候去看看 你看過就行了 有甚麼話麻煩你快點說, 我很忙 我來是向你道歉的 雷漢這件事是我手下幹的 我很抱歉 至於你的損失, 我會賠償 要多少錢, 請你自己填上去 丁立, 你的手段真卑鄙 你… 我朱雁岩天絕不會向你這種人低頭 你馬上走 吹, 麥賢 IS 莫名 答一… 一圈 , 老嘴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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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豬小姐, 那個下長你吧? 怎麼?你也喜歡游水 我冬天也游的 游到對面看誰快 好 一、二、三 小姐, 你真是的 剛才撞到我頭了 原來你這麼壞, 不跟著我 你這麼做到也更快 你肚子很餓 有碗泳當然多吃幾碗了 對了, 你那部戲還要拍幾天? 快了, 那個文導演說 下個禮拜就可以完成了 老闆, 來碗麵 快點 快點 你怎麼樣? 郭政策,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快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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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郭振昌 我沒甚麼事, 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麼著急出院幹甚麼?休息兩天吧 我要出去拍完那套片子 拍片, 被人打成這樣還拍片呢 恐怕片子沒拍完呢, 你就完了 你不要那麼說 我先走了, 你有事嗎 我約了馬軍長談談取消借軍隊的事 你歇歇吧 這怪我不好, 如果我那天不打那個流氓 他們就不會找我報仇 如果你不打那個流氓 我也不會注意到你了 要不要我替你通知你的家人 千萬別這樣 讓他們知道了, 一定罵我該死 不會的吧 會, 我說會就會 你甚麼都不知道 我的爸爸有二十多個兒子 他整天說少一個沒甚麼 那你親生母親呢 他見到我爸爸 就好像老鼠見到貓一樣 他也敢管我的事情 好了, 別想那麼多了 休息一下 我先走了 爺爺 你真的在這兒 爺爺呢 你說怎麼辦呢 這是該招 這錢都送上門了 我又不肯要 該我有今天 已經過了期限兩天了 人家可以隨時來接受片場 和這些攝影器材 看來我們還是不走運 雷漢呢被人毀了容 郭振昌又傷成這樣 你說說 我們怎麼準時把片子交給人呢 你不要再說這句了 爺爺 爺爺 怎麼這麼早 你不要回片場了 什麼事 服裝公司啦 倒計公司啦 還有片場的工人啦 全都在辦公室等你呀 也不知道是哪個混蛋報紙 把我們公司的事全都登出來 現在什麼人都找你 你說怎麼辦呢 你先回去替我應付他們 你在哪兒 我去想辦法 好 朱小姐 請進去吧 謝謝 不用 頂先人 來 朱小姐 很久不見了 這麼有空 丁先生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有點私事想跟你 跟鄭先生談談 私事 你和我之間會有私事嗎 真不好意思 丁先生 我失陪了 請坐 朱小姐 現在可以談你的私事了 弟先生 我們是朋友對嗎 當然是 難道我們是… 不知道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我這一輩子 有時候也會做點好事 我需要一筆錢 要多少 準確的數目 我現在還不知道 那你是要我給你一張 不寫數目的支票了 這筆錢對我來說 的確是非常重要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我認為在女人身上花錢 是浪費 我可以說 你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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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失神 我現在是不信心 你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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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